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到我們《芒向編輯報》的節目時間 錄的時間是2020年11月1日,首先這裡有社長雷汶王 大家早晨 紐西蘭熱得台陽 各位早晨 和我家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一定要點讚和分享 還沒按訂閱的就按訂閱,還有旁邊的小鈴鐺有新片會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可以去我們的《大台望向編輯報》 《三台沙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多謝大家 好了,肥沛奧就去了越南,大家都知道了 大放缺詞 很多人想著他會嘰嘰嘰嘰嘰,不斷劍指中國 但是他好像一反常態,是不是?社長 肥沛奧,整個亞洲之行都是 其實是找些盟友去搞圍堵啦 搞圍堵啦,其實他又不是沒有提中國,他是有提中國 他說這個中國有威脅 他就推這個印太戰略,拉攏整個區內的國家都抗衡 這個中國的影響力 那之前呢,其實去越南之前呢 就在印度、斯里蘭卡、馬爾代夫和印尼的 那在斯里蘭卡那裡呢 他就說這個中共在斯里蘭卡是掠奪者 哈哈哈哈 當然啦,內地政府有反駁啦 就說這個任何人,挖掘抹抹都動員到中國和斯里蘭卡的關係的 那麽呢,肥沛奧呢,之後又去了馬爾代夫 那麽就說,美國是馬爾代夫 設立這個大使館 那麽呢,就反映兩個國家的關係呢 持續發展,會加強合作 還強調美國 啊,對這個馬爾代夫和印度太平洋地區呢 是有一個國家安全承諾 就是地區區域安全的承諾 那麽之後他就去到印尼啦 那麽就加強了兩個國家戰略伙伴雙邊貿易和投資關係 那麽呢,就說,為自由開放印太的願景 那麽,制衡中國在南海擴張的行為 他也都有讚印尼,就是有份這個出力啊 就是在南海搞事棍的 那麽,他搞事棍是我說的,不是肥佩奧說的 那29號和30號呢,就訪問了越南的 那麽紀念這個美國、越南建交25周年 那麽快25年的了 是啊,越南呢,就是東盟的輪席主席國啦 那肥佩奧,訪月有沒有對中國喊話呢? 那麽,其實一定有的,就是我認為,他一定有的 那麽當地的輿論報道是,一隻中國兩個字都沒有提過的 那麽,就是越南沒有講的 越南沒有講的,越南的媒體都沒有講的 越南沒有講的,因為現在美國當然要拉攏這個 越南啦,對嗎?那麽但是,就是你中國可以怎樣? 越南可以怎樣?如果嚴格來說,越南當然是當沒事啦 就沒事啦,兩邊吃住先啦 兩邊吃住先啦 握住,握住手先 其實越南就提都沒有提過中國啦 那麽當然啦,他突然訪問越南呢 那麽就,胡錫進啦,就在微博又說啦 越南和中國呢,都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來的 兩國的開放改革道路很接近 意識形態面貌都很像 他說這個共產黨領導國家是邪惡的制度 要求各個國家在共產黨暴政和所謂民主自由之間選擇後者投靠美國 他說呢,由於這個中越政治出身相同 肥貝奧呢,罵中共的時候呢 實際上呢,都將這個越共都罵了的 那麽呢,他就說越南的同志們 不要放過這個好好當面教訓這個肥貝奧的機會呀 建議他好好學習一下越共中央文件 了解共產黨是怎麽領導並且團結越南人民 在東南亞這幾年快速崛起的 告訴他,沒有共產黨就沒有越南抗美鬥爭的偉大勝利 也都不會有今天的新越南 那呢,胡錫進還說 要被肥貝奧知道東南亞國家都清楚 美國想利用他們搞成對抗中國的棋子 但是東南亞國家沒有那麽蠢 此外,中越有南海糾紛 但是不是中越關係的全部 兩個合作的事情更加大 他是請肥貝奧呢,在越南的時候呢 嘴巴流過把門的 並別亂跑火車 搞得越南被他代表了 惹回了中國公眾 越南旅外理規 越南旅外理規 旅外 旅外旅規就不知道要寫什麽 他說呢,越南不想站到中國的對立面 那他就說,跟越南的同志們說 這幾天收你肥貝奧的任務就交給你了 當然啦,你說越南會不會收你肥貝奧,當然是不會啦 越南的實際操作當然是兩邊舔 沒錯啦 大家都知道的 越南和中國之間的關係 長期都不是那麽好的啦 尤其是自從這個中越戰爭 晴越戰爭之後 大家的關係一直都不是那麽好 至於我認為 胡錫進這樣說 就把大家的意識形態接近 就覺得越南和肥貝奧之間 對中國就會有忌憚 事實這個我覺得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我勸他不要打飛機呀 這個胡錫進 如果大家還記得 你先說吧 如果大家還記得好幾年前 在奧巴馬訪越南的時候 哇,當時的車隊啊,人龍 我真的大受歡迎到那個情景 到現在都令人津津樂道 當時奧巴馬吃的那間越南粉餐廳 都變成一個打卡勝地了 是不是 甚至他們是台舉到 哇,越南的士拉差 其實是跟越南無關 但是開局的人是 在越瑞華僑 哇,在台舉到 越南裏的士拉 士拉差辣椒醬 是很厲害啊 這樣說的 是這個美國第一 的sauce 那個調味品 很多名廚都用 大家可以想想 士拉差不是泰國 泰國的士拉,泰國的士拉 因為他是供應越南 供應得多 很多人都當是他 就是一個越瑞的人 是越南的 就是越瑞的人 走了去 這個美國 然後自己調配出來 他的成功是成功到 連這個 哈佛大學 特意要找他做一個專門研究 為什麼他會這麼成功 他甚至到 因為他在南加州那裏 開廠 全世界是只有這間廠生產士拉差 供應了所有 給所有的越南粉 是整個北美 以至歐洲的越南粉 都是由這間廠供應出來 是很重要 他是大肆宣揚 這些東西 佈局去說這些東西 可以知道美國如果想捧他那時候 可以是用很多 軟轉的方法去捧他 這次肥貝奧訪月 對越南來說是有好無懷的 再加上 他還有一件事 肥貝奧帶了一件小禮物給越南 就是因為較早前的天災 而是省兩百元美金越南 兩百萬是吧 兩百萬美金 兩百萬美金 不是很多 但是都叫做一份小禮物 你可以看得到 美國是很努力的 在東南亞不同的國家 他盡量拉攏得到 拉攏得到 就拉攏了 而胡錫進他這樣說呢 胡錫進說的說話是有份量的 因為他一來他是共產黨員 他經常在推特上說自己 我是共產黨員 我當初是 怎樣爬上來這個位置的 第二 他現在這樣說的說話呢 越南人聽到 真的是 都是不是未宜的 你教我做事 是的 什麼得到你中國光做 越南人聽到是很不喜歡的 雖然是 是啊 但是你說會不會有人理胡錫呢 其實是有的 因為他都是官媒的老衆 就當他是官方說話 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是啊 其實他是不是代表了國家意志呢 胡錫講話 是不是代表國家意志 我肯定說不是 挺壞的 不過呢 就是人家就當 因為他打個牌頭嘛 他是官媒嘛 環球時報嘛 官方環球時報總編輯 就是你代表官方說話啦 是不是 越南人聽到當然是 其實越南 其實有人插這個胡錫進的 他的討論區 是有人插他的 什麼 你叫我做事嗎 是啊 是啊 他叫修理復背號 其實越南人 對中國人一向都不是很喜歡的 就是這一點 是 就是我們香港人就經常少他們 北漏洞拉啊 那些 但是當然啦 其實我們連北漏洞拉都不知道是什麼啦 啊 不過就叫北漏洞拉的啦 啊 我小時候說一個月 是每晚聽的嘛 北漏洞拉 北漏洞拉 其實北漏洞拉呢 就是從今天開始 我以為是各位注意 不是 是從今天開始 從今天開始 從今天開始 翻譯文啦 網上都有的 不是 在YouTube現在都有的 但是我最記得呢 我最記得呢就是 就是葛民輝在 在這個 SARS的時候 他特意 將用同一個音節 說一個廣東話 哈哈哈哈 一入就拉 是 一入就拉 哈哈哈哈 也是經典來的 其實胡總這樣一說 現在越南這樣說 他先那一陣子 他講一些東西 很針對美國那些 這裡的報紙都是這樣報 中國官媒環球時報 老總說這些東西 他還用英文寫 他用英文在Twitter上寫這些東西 於是就被人家這樣說 他是經常跟別人鬥嘴的 他在Twitter上面 一天跟這個大統領一樣 天天都去玩Twitter的 就是被人激獎 我覺得是很不值的 中國政府說了很多東西 鳳凰網那些天天就說 人類命運共同體就不值 是的 人類命運共同體那些 我們覺得是可以 作為一個宣傳工具的東西 他們完全不說的 不說的 全部都是說一些鬥嘴的負面的東西 結果你做出來的那個形象 就很惡劣 其實有沒有必要做到這麼惡劣 我自己的看法當然是說沒有 當然我們這樣說又會被人家罵 這次我都遇到被人罵 我都沒什麼所謂 因為現在 你在外面就看到 好像 場內的人 做事他是覺得 他講什麼都沒所謂 譬如 昨天有一件事 昨天我不想說了 我在討論 我們那些群組都說了 不想說了 有7個被人告暴動的人 脫了罪了嘛 現在當然有很多人罵那個官做狗官 就是那個沈一民 做狗官 要講兩件事大家要先認清楚 沈一民是梁振英先生任 當時 他以為是任民一個強硬派的人 不是他其實是強硬的 因為魚蛋暴動的時候 他是判了很多人暴動罪性 是要坐牢三年以上 很多人都是 所以你說他是一個輕手的官 本身不是 應該不是 本身不是輕手的官 其實他有些事情 他是很小心的 講得 那 有些事情當然了 每一宗案件都有不同的事 所以我就免得再說了 但是你罵 那個法官是狗官 這些我就很難同意 你可以表達你的意見 這個我覺得是沒問題的 但是你如果認為罵 那些法官是狗官是可以接受的話 那我就覺得 這個香港的法治就不是很適合你的 這一種 是 我覺得都 我自己也接受不了的 你沒有一句 你怎麼證明他是狗官呢 就是因為他覺得 他覺得這個官判得輕就是狗官 判得重就不是這樣的 你的標準是這樣 是很幼稚的 我以為 那不如 你不可以純粹因為是合不合聽的 就是如果你因為 是吧 組織一些人走去為法官 那些這樣的事情 是不對的 不是一個文明法治的社會所做 香港有法治的嘛 所謂法治就是 判了出來 而且有機制的 你留意一下 律政司現在就是上訴 是不是 這件事律政司有上訴 據說是有上訴的 抓那個陳秀雄去告他 那有什麼問題 所有東西有制度的嘛 上訴就應該未必影響到那個判決的 但是肯定會釐清到一些法律觀點的 其實因為 因為這次這件案 那個法官就 就沒有 就怎麼說呢 他不承認一些 influence 就是說逃跑都有其他原因 那其實正常來說呢 逃跑就是因為 新有事才會逃跑的 但是呢 他也說出了一個事實 就是當時 這個社會場面有些運動 你不能夠確認 是不是所有逃跑的人 都是有份參與暴動的 這個是事實來的 這個是事實來的 所以你要讓他再去爭辯一下 我覺得無所謂的 你跟這個制度做的 就不要說罵他 因為他判決 不合理心意就是狗官 不是很適合的 沒錯 始終都是要言而有據的 我們回到這個話題 越南這個話題 很明顯 胡錫進他這樣說 就覺得 一廂情願覺得 越南同志要好好教育他 這個也是 沒有什麼根據的 我認為 越南好像跟馮佩浩 表現得很友好 是啊 你現在說這些是浪費冷氣的 其實 哄自己的支持者開心 他這樣說 是啊 越南他不會 明面上跟中國過不去的 是 但是呢 他那個取態其實是很明顯的 因為越南那個總理 阮春福和這個美國國務卿肥佩奧 他會面的時候就表示了一件事就是說 越美關係正常化25年來 兩國關係取得全面進展並不斷深化 阮春福還要感謝美國政府國務院肥佩奧 感謝了別人啊不是教訓啊 一直為越南強大獨立繁榮發展 以及越美關係的發展提供支持和協助 就是感謝啊 藉此之際 阮春福總理呢 還對美國總統 特朗普和美國政府及時向越南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中和中部洪災提供的切實幫助 表示感謝 就是在這裡了 就是感謝啊大哥兩道都是感謝啊 哈哈哈哈 就是你怎麼教訓啊 就是 感謝就是這樣教訓啊 感謝就是教訓 哈哈哈哈哈哈 喂不要這樣 就是誤導自己的國民啊 啊 胡錫進先生 就是 你實事求是一些啊好不好啊 實事求是一些不好有幻想啊 不過我發覺 是啊 不過我發覺其實這一件事 是在 內地很多YouTube都有 就是這一種取態 舉個例子 我今天看見一個 他們說 中印邊境 中國呢 印度陳兵二十萬 啊 但是現在冬天到了 他們現在很慘啊 為什麼 他們那些棉衣啊 製作得不夠啊 啊好慘啊 穿衣服穿不夠啊 但是他後面拍的那些全部都是那些 印度軍隊夏天走來走去的那些說 哎呀他們現在 他們那些棉出口 給了西方國家 但是他們自己制 制那些 雖然生產大國啊 但是全部都是跟外國人買的 現在美國那些 charge 到他2000元美金一 2000元美金一件啊 他們現在沒有錢買啊 好慘啊 他們現在好冷啊 就是不要這樣做這樣的事情 其實有些自媒體呢 或者那些YouTube頻道呢 就是為了騙標奶 Like呢 他們無所不用其極的 就是不斷說謊話去騙人 是啊 就是想想你都知道啊 他可以自己 幫人生產自己 都可以生產一件的嘛 是不是啊 怎會真是 在那些這麼冷的地方呢 棉衣其實是沒有什麼用的 我舉個例子給大家聽 棉衣真的沒有什麼用的 在那些這麼冷的地方 在天安門廣場你看一下那些武警 就是維持秩序的那些武警 是穿什麼外套的呢 他是穿魚絨外套的 是穿Canada Goose 是啊 所以他幫我們Canada Goose 所以很多內地人一看到這個是特工呢 在加拿大就有很多人在那裡買拍 每天都有人排隊買Canada Goose 寄回到中國的 是這個代為淘寶寄運賺錢用的 真的是亂的嘛 真的亂的嘛 所以有時候那些東西不是說自己好才行的 有時候你都要承認一下別人都有好東西嘛 是啊 我不知道現在Canada Goose 因為中間關係不好 有沒有燒情受影響 這件事我不知道 首先我要說 先幾年有些人故意帶完一箱箱Canada Goose 經過各警打算進去上海飛機場放下 結果就被人家封關了 被那些說你們這樣做不行的 就把他們的防禦 這樣不行的 穿衣服就用外套外套 要他們脫下了 真是主義次女有些這樣的事 然後那個視頻下半部就說 看看中國軍隊有多少棉衣呀 有些什麼漂亮的衣服 穿的防洞設備很厲害 你們印度死定了 冷了冷死你呀 那些這樣的事 是這樣的 其實就是 很多人喜歡聽的 特種部隊 特種部隊很多都是 穿Canada Goose 如果是 真的不是開玩笑是亂 亂嘛 亂嘛 適合就行了 其實不是所有事情都是一定要國產的 就是這樣說 你當然支持國產當然是最好的 這個是我們一向的宗旨來的 就是我一向的宗旨 那是有必要的 而且這些是要教育的 支持國產我認為是 就是不要像有個年輕人那樣 他好像他老爸買一部 不是他是他爺 不知道是爺還是老公 買了一部華為手機給他 然後他自己走了去跳樓 就好像早兩天有一個新聞 噢 這麼爽 看到買了一部手機不是蘋果手機 送了一部華為的就一條樓 其實現在華為貴過蘋果的手機 這麼爽 是啊 這件又可以在沙冷氣裡說一說 其實有時候就是 有些事情呢 是要時間去處理的 尤其是這些事情國內都要時間去處理 你不可以一聲解決到 就是胡錫進他自己之前都是用蘋果手機 還被人笑 是 還解釋說我自己用慣了 我看他現在已經轉了 沒有用蘋果手機了 哈哈哈哈 不過不是要數他 只不過是好心他 就是有時候那些事情 是不要亂騙Viu奶 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其實要說回現實給國人聽的 就是中國和越南沒錯 有些合作關係 但是你說中國和越南的關係是不是真的好 其實不是啦 不都好 就是大家留意一下一句 那些人會說黃之鋒是越南人 這樣說他的 大家就知道 越南人在中國的內心是有多 你這樣看人家也會有另一句說話來看你的 這些是雙響 是啊 當然啦 就好像有些人叫我們吃屎那樣 哈哈哈哈 就是對外人而己的 都是外人而己的 我們用這樣的角度去看的就開心一點了 因為他們相信耶穌的嘛 是啊 不過他現在又咬人了 咬其他人了現在 這些就不關我們事了是不是 不關我們事 因為我們如果出帮口的話 又會說 是啊 又會說我們還不是一火 還不是地產籃 還不是收地產商錢 支持地產霸權 喂大哥啊 其實我們之前賣完那個 還有食屎的那個人 其實他自己有兩家太古城的 之前是 然後一家賣了 就是因為他為什麼會賣了一家太古城呢 就是他相信陳雲根說話嘛 哈哈哈哈 還有老蕭說話嘛 才賣了自己的一家太古城的 那時候 應該是現在的價錢的一半左右 可能三分一就都沒有一半 可能三分一左右 那他當然現在 當然是非常之不喜歡啦 不要生氣啦 不要生氣啦 這個仇恨你寄到現在啦 有仇必寄啦 但是他其實忘記了自己 哇 拍板說要賣樓的 是他自己的嘛 他應該恨自己的 哈哈哈哈 應該恨地產霸權嘛 大哥 哈哈哈哈 那沒辦法啦 冤有投債有主 那人 人是 人是要面對自己的 那面對不了 那沒辦法的 對吧 面對不了就罵人啦 那沒辦法啦 有兩間太古城的環境 就比絕大部份人都好啦 其實就是 因為老蕭的子女 都是一人一間太古城的 沒有兩間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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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明老蕭都好看 看戲在香港而已 他自己走了 子女也有人一間太古城 兒子好像沒有 女兒就有人一間太古城 對啦 女兒一人一間太古城 大女兒無怪 是小的兩個女兒才有 即是他第二段婚姻的才有 即是另一間太古城 因為他 大兒子和大女兒 就已經是 有自己的物業的了 就不需要 蕭公子去幫助 因為 蕭公子的女兒好像還在上海的 是的 其實他是大好友來的 說過了 好爸爸大好友啦 哈哈哈哈 他只是叫你們覺得那些房子會塌的 他們會說 哎呀中國經濟斷崖式下跌 說了十年 接近有二十年了 哈哈哈哈 就不是自己相信的 哈哈哈哈哈哈 我也有一段時間相信過的 我不諱言 但是當見到他的言行 咦 有古怪 古域 古域人 古域sir ok啦 這一段時間應該都差不多了 不過 我們都是 說了不是想嘲笑胡總 不過有時 言言有句說一些實話啦 別人越南結局是感謝 即是你的落差太大嘛 嗯 你堂堂胡總又何必要做到 好像被人說是靠YouTube賺錢的人一樣呢 你堂堂胡總來的 好像那些網紅那樣 是咯 扼描迷禮 無所不用其 他不需要的 你講回事實給國民聽 其實現在跟越南關係 都是有些挑戰的 那大家盡量對越南友好 講多些人類命運共同體 那就好咯 是不是呀 這個方法呢 對抗美國的 就是對抗美國最正確的態度 是啊 他強自打強嘛 是不是 沒錯 好啦 那我們這節時間就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一節再見 拜拜 拜拜